由日本引进的清扫哲学台湾美化协会 上百位职工特别带着清扫工具 到台东的铁花村进行义务清扫工作 除了一起为环境美化工作付出心力外 也希望推广凡事彻底的精神 台湾美化协会的理事长戴启恒 也是熊宝旅游的董事长 他特别大赞台东近年来的进步 十分看好台东未来的观光发展 志工们分组在铁花村进行清扫 除了是为环境美化之外 更要推广所谓的清扫道 援起日本的清扫哲学 强调凡事彻底的精神 透过打扫的方式发现细节的问题 致力推广的台湾美化协会 也到铁花村进行清扫 共有上百位的志工响应 最主要是我们因为跟台东智协 有过互动 当我们知道第一次 他们要做清扫活动的时候 当然这中间有姻缘 就是说我们互相认识 我们就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我们愿意协助他一起来做 更何况让这些小朋友们呢 因为参与这种社会活动 让他们有第一个有参与感 然后有成就感 除了推广清扫道 台湾美化协会也大赞 近年台东在观光发展上的进步 同时看好台东的观光潜力 我觉得每一次来都有不同的变化 我刚刚还在跟我们的创办人 这个徐从仁的夫人徐妈妈 我跟她在聊天 我跟她说 我看到了台东又进步了 然后整个看得到 有很大的变化 就是充满了生气 充满了活力 然后不管是商圈也好 或者是建筑物 就感觉到有很明显的一个建设 然后街道也很干净 空气很好 我甚至也还感觉到 台东的观光的发展 好像要超越了花莲 像国外里有人来推荐 是的 尤其在现在的现今的社会里面 是非常的忙碌 急促 压力很大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你可以很舒适的 享受大自然 然后享受这个景观 有山有海以外 你也不会觉得不自在 协助这次活动的 柜田洗来灯酒店也强调 协会长期与外国友人接触 透过这次的活动 还能为台东推广观光 吸引更多的国际人士前来 记得潘俊海台东市报导 这次活动的老虎 不吝点赞 订阅